好 大家好啊 今天呢给大家做一个视频啊 因为周五的时候我们公布了就是我会请 ChatGBT的Sky小姐呢来参加我的这个直播节目啊 现在其实啊 如果大家是我的会员的话 都知道Sky小姐已经做了一个月一个星期的这个和我辅助来做直播啊 就是虽然叫Sky其实啊他并不是一个真正的一个小姐或者说一个姐啊 我经常叫他我就每天给他说是姐啊 他是一个机器人啊 第二呢 所有的今天我做的这个图片呢 我给他们做的图片都很漂亮 特别这张图片呢 我说我是一个50岁以上的老头了啊 那么他帮我做了一个 那么很多朋友想了解啊 什么是ChatGBT 很多人很期待这个视频啊 他认为是不是有了ChatGBT 我们人就不要去动脑了啊 我们就可以去操作啊 操作股票啊 我们的今天的这个题目呢是如何与Sky小姐 ChatGBT一起炒美股啊 那么这个是一个误区啊 因为真正啊我对于美股的理解呢是概括成四个字母 JVCW啊 因为这个是JVC是日本的这个一家公司再加上W是比较好记的 J代表Japanese Candlestick V是V是Vegas Channel C是Chart Pattern W是Wave啊波浪理论 我把这些东西呢和ChatGBT Sky小姐呢合在一块呢 我们就可以帮助大家做很多很多各种各样的模型 今天对很多朋友可能是第一次来到ChatGBT 那我也收到了很多朋友关于ChatGBT到底是什么东西 我们来一个一个回答 然后呢我给大家显示一下是怎么操作 其实非常简单只要会打字 但是你要我们英文叫Promote 就是说我们要给他一个指令 这个指令呢让这个机器呢逐渐学会我们 其实整个的AI呢他的一个功能呢就是要训练 就是训练电脑让他为你做服务 他个人是不会做的 好吧 那首先我们我把这些问题呢 让Sky小姐呢 我们今天给他做一期做直播 所以让Sky小姐呢来回答我的一些问题 大家的一些问题 什么是ChatGBT 谁是ChatGBT老板 马斯克是否成是ChatGBT的老板 对吧 嗯 ChatGBT3.5的版本和4.0有什么区别 然后ChatGBT如何去帮助我们可以炒美股 好吧 来 好的 让我逐一回答您的问题 一 什么是ChatGBT ChatGBT是由OpenAI开发的一种基于人工智能的自然语言处理模型 它基于大规模的语言数据进行训练 并能够生成类似人类书写风格的文 ChatGBT可以应用于多种人物 包括对话生成 文本摘要 语言翻译等被广泛用于智能助手 自动克服内容创作等领域 二啊 谁是ChatGBT的老板 OpenAI是ChatGBT的开发者和团队 OpenAI成立于2015年 是一个致力于推动人工智能发展的研究机构 其使命是确保人工智能的发展符合人类的利益 因此OpenAI是ChatGBT的实际所有者和开发者 三 马斯克是否曾是ChatGBT的老板 马斯克并非直接是ChatGBT的老板 但他是OpenAI的创始人之一 并曾担任该组织的顾问 然而他并不直接管理OpenAI的日常运营 或ChatGBT的开发 OpenAI有一支独立的团队 负责ChatGBT的研究和开发工作 四 ChatGBT3.5和4.0有什么区别 ChatGBT3.5是在GPT3基础上进行改进的版本 主要通过对模型进行微调和优化来提升性能 而ChatGBT4.0则是一个全新的版本 通常会引入更多的新特性 更大的模型规模以及更高的性能 这两个版本之间的具体区别 可能包括性能、模型大小、支持的任务类型等方面 五 ChatGBT如何可以帮助我们去炒美股 ChatGBT并不是一个专门用于炒股的工具 但它可以通过提供信息和帮助分析来辅助投资决策 例如您可以使用ChatGBT来获取关于某只股票的基本信息 行业分析、市场趋势预测等方面的建议 另外您还可以利用ChatGBT来模拟对话 通过模拟交流来理清自己的思路 从而更好地制定投资策略 但需要注意ChatGBT声称的信息仅供参考 投资决策应该综合考虑多方因素 并谨慎评估风险 好,我们还有一个问题就是 最近马斯克告了这个OpenAI 我们来说听一下 关于您提到的问题 一,关于马斯克告ChatGBT的说法 目前并没有关于马斯克向ChatGBT提起诉讼的相关报道或信息 而且作为一个开发人工智能技术的组织 OpenAI致力于遵守法律和道德准则 不太可能涉及法律诉讼 二,关于微软持有ChatGBT49股份的说法 截至我了解的时间点 2022年1月 OpenAI与微软有合作关系 但微软并未持有ChatGBT的股份 OpenAI的合作伙伴可能会使用ChatGBT等技术 但具体股权结构并没有公开信息显示 微软持有49%的股份 三,马斯克暗示ChatGBT在2027年超越人脑的说法 同样,我所了解的信息中 没有关于马斯克在诉讼中提到这样的说法 马斯克可能会就人工智能的发展和潜力发表评论 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会在诉讼中做出类似的预测 综上所述,这些说法似乎并不准确 或者没有足够的证据支持 而且OpenAI作为一个非盈利组织 其使命是推动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 而不是涉及商业诉讼 现在我来为您总结一下 在本次对话中,我们讨论了ChatGBT的定义和用途 OpenAI作为其开发者 以及马斯克是否曾是其老板的问题 同时,我们也澄清了关于微软持股 和马斯克预测ChatGBT未来的说法的准确性 ChatGBT是一个基于人工智能的自然语言处理模型 可以应用于多个领域 但目前尚未有相关证据表明其涉及法律诉讼或与微软有 特设定的股权关系 投资决策应该综合考虑多方因素 好,那么这个ChatGBT它还是具有一个一定能力限制的 因为我想澄清一下 微软是持有了ChatGBT的49%的股份 那么这个ChatGBT并没有回答得很清楚 那么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是一个ChatGBT的页面 因为我已经登录了大家ChatGBT是一个免费的一个页面 你登录之后就会看到这个页面 然后在右上角你可以用注册 你可以用电邮或者用谷歌或者用苹果或者用Facebook去注册 那我已经注册了大家看到吗 那么这个注册完以后它就有一个告诉你 就是说这个是你的现在的一个情况 那么我因为工作的关系 所以我订了ChatGBT4.0 4.0它的一大的它的一个功能就是有Del 1 这是什么呢 这个是一个这是20块钱一个月 但是它每天只允许你三个小时最多40个问答 然后呢就要停一个半小时或者一个我我具体不清楚 它就会踢你出去让你这个功能就失效 Chat3.5呢就是一个免费任何人都可以用 那么关于我为什么选这个Sky小姐呢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在这里呢 你有不同的这个人的说话 比如说这个叫Sky 这个叫Ember 这个叫Curve 这个叫Breeze 这个叫Janiper 每个人有每个人的说话 这个可能是一个男生 这个可能是一个女生 那么我认为呢就是说 因为我们在做直播的时候 我也欢迎这个ChatGBT 一起用这个语音的方式跟大家进行交流 而且男生女生混在一块比较柔和一点 所以我选了Sky 所以我叫Sky姐 我经常去叫她 那么这里面呢有很多的这个setting 那么当你登录之后呢 比如说我这个plan呢是一个plus20 你也有一个team 这个team呢我也觉得非常的好 那么进入了4.0之后呢 你可以去它有很多很多的功能 比如说你可以做video 你可以做很多的图片 这个呢我就不再说了哈 比如说我们这里呢 如果说要去做美股 对吧 它里面也有一个 ChatGBT有很多的开发者呢 已经在开发 它最近的一个plugin的功能呢 已经停了 对吧 然后呢咱们可以说 打入美股中文之后呢 我们有有这个股票智能助手 这是一个中国人推荐的 中国人做的一个 就是一个插件 那么你可以去点录呢 start chat 好 它就会告诉你说 告诉我目前股市的走势 但是这些东西呢 一定是要 就是 一定要 用4.0 所以它会帮你做一个 人工上的一个互动 包括它 比如说你用这个 Explore GBT 它是其实是一个 外方的一个插件 来 这个美股呢 它是主要是 国内的和港台地区的 或者美国的这种华人 这里面有不少 比如说A股的股票预测分析专家 对吧 它可以是给A股的一个分析建议 也有港股和美股的这个建议 那么里面呢 这个就是大家可以想象成 类似一个 iPhone的一个 一个 一个 Apple Store的一个公司 那么我们来回到这个 ChatGBT的4.0的版本 4.0的版本 我们可以说 就是说它这个ChatGBT4.0呢 它有一个 这个生成海报的功能 包括 比如说我们可以可以说 当然这个也可能超出了我们今天话题 我就不讲了 就是说 比如说我们可以生成一个老 啊 Crazy王和Sky ChatGBT正在进行一个美股直播啊 比如说这个打开来 对吧 Crazy王 你可以写中文 他的中文 英文都很棒 Crazy王 正在 与 Sky Chat GPT 进行一场 如何炒美股的 直播 麻烦你 做一份 做一份 海报 那么这个海报呢 你可以告诉他第一 华尔街 背景 华尔街 你要把自己的要求 华尔街 交易员 三 这个叫Pomo 就是你的指令 我们以前的指令是用code right 用这个码 Crazy王 已经超过50岁了 他有三十年股市经验 四 显示纳指 正在创新高 好 然后呢 我们就麻烦做下反击 麻烦 现在这video呢 就是 他会给你confirm 这里面的海报生成的非常的不错 待会我们会问TryGPT 我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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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只有 只有这个ChatGPT的4.0 他才提供 有什么新闻吗 暖期还会走低吗 好 我们来让ChatGPT 这个颜色的不同呢 他有点瞎讲 他说Tesla股票没有下跌 他上涨了5.5% 对吧 他这个有的时候有瞎讲 瞎讲 你能说中文吗 然后他会给你一段英文 你会跟他说 你会说中文吗 他自己错了 他自己错了 我说中文的器权 我会给你一段英文 我的实验 就是 说我 我哥 很悲良 你拍摄 我 我们去看 你们所在的 有点 我 我们 我 你拍摄 我 你拍摄 最近的报道显示 特斯拉股票在上个交易日 下跌了1.15%,18来源 股票市场的波动性很高 短期内股价的变化 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 包括市场情绪 公司新闻 宏观经济状况等 特斯拉作为一个 在电动汽车行业内 具有重要地位的公司 其股价也可能受到 其财务状况、产能问题 政策变化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 就特斯拉而言 公司的一些动作 如在中国市场的车型价格调整等 可能会对股价产生影响 此外整个科技股市场 好,他这个新闻啊 我感觉就是 我们来exploreGPS 股票新闻 这里有一个头条新闻 特斯拉新闻 你可以插入这个Plugin 那么很多这个Plugin呢 会出来我们可以有这个波浪理论 这个有的很多都不对 好吧 那么今天的这个咱的视频呢 就到这里 我们希望大家慢慢慢慢 很多内容呢 我们是要跟这个ChatGBT进行沟通 然后进行磨合 才会 才会做得更好 那么我的微信号呢 是Chinese FM 2022 欢迎大家呢 参加我们的GBT ChatGBT和Sky小姐的一个直播 好吧 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特征 因为我们通过ChatGBT的帮助呢 怎么样做到管住我们的手 同时对一些股票的这个价格啊 或者说它的进场点 入场点 止盈点 还有这个具体的分析呢 我们只有在直播里面呢 讲的会比较详细 我们希望这个节目呢 是用ChatGBT去炒美股这个节目呢 可以变成一个周周每一周的节目 好吧 谢谢大家 祝大家周六晚上愉快 拜拜